接下来我们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 长期保险法 照顾服务法 必须要立即启动 我们赶快来研绎 让我们的基金 能够正式的安全化 在这五年当中的120亿 必须要好好的来培训 这些需要照顾人的 被照顾者的一个权利 这是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在这边 要再一次的感谢 通过这样的法案 是针对以人为本 真正需要照顾的人 有一个法理化 我们继续努力 基金的来源 能够正式的法治化 这些优优独立即使人 经营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